一个星期前 我的下面 找遇出小路牙 如果时间可以重来 我一定会让你时间 就是别人 成长成长 我们的成长 老师最近呢 听说了一些传言 妈 你怎么来了 跟我回家 老师 不好意思 给您添麻烦了 你怎么不跟老师说清楚 我只是生病了 说什么说 最近有没有跟不三不四的人来往 没有啊 怎么了 怎么了 你又不来呢 快吃什么 肯定吧 没有 我没有 我没有 你为什么就是不相信我呀 你有没有跟医生说 这个呢 是兼任室友 主要还是通过信传播 小鱼作为未成年 我们要先警惕孩子 有没有这个被信息的信息 这个不会的 这个不会的 平时上课课 我们都按时接送的 那其次呢 就是要确认孩子 有没有自发的信息 你老师跟医生说 说好好治 信不信不信 我真的没有啊 你破坏了就是戏病 你还撒谎 别招提 除了信传播 接触传播也是有可能的 只是条件比较苛刻 孩子你想一想 你近几个月 有没有跟别人共用过马桶啊 孕天啊什么的 那个时候身上也没有伤口啊 那天在家谁能传给他 那天之后 我和妈妈之间 有了一条深深的恋风 我在这边 她在那边 看我恋风 你看 好像都全是感恩于学的真实 好好好 以后就成点心 学生就要有学生的样子 你化什么妆啊 你在跟谁聊天 收集给我 姐 那个天是看得出去乱搞 帮我传染了尖锐室友 我才查出来 小鱼和千万别有事 妈妈的脸一下子站得痛厚 好像很愤怒 又好像是羞愧 我知道 我终于清白了 妈妈也终于知道 疾病 不会挑选素质的品德 无论你是在外 夜夜声歌 还是学校和家两点一线 她只会以不同的概率 降落在任何满足的 穿过条件的人身上 在妈妈到我打了 四架的那个下午 我们去了班主任的办公室 王老师 想请您做一个见证 小鱼 妈妈要郑重地给你道歉 对不起 妈 最近哈 班里有一些很不好的谣言 我希望大家不要 那天妈妈跟我说 她这辈子都不想任何人伤害到我 就算是她自己 也不可能